好,那老样子最后来点Manageral Implication吧 那我们就直接focus在W就可以了 W的东西呢,现在已经变成是这个2A打分之Z打了,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诶,这东西是比0大的 而0是我们的first best的Warranty Protection 换句话说呢,如果我想要signal我的high reliability 最佳的策略果然就是去offer一个Warranty Plan,对吧 那这个Warranty Plan不会好到爆炸,但是要存在 这样子的话,这个upward distortion就会让我这个unreliable的家伙觉得说 哎呀,这东西如果要我对这些product failure负责任的话 对我来说不够有利啊,于是他就会决定,算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东西,Warranty Protection,它要offer到什么程度呢 跟Theta有关,跟Ada有关,对吧 我Theta如果很大,那这个时候就是warranty显得更重要 那因为function要好,东西要functional嘛 所以这个时候warranty就要高一点 Ada如果很大,那就是表示warranty有关没有根本就没差嘛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小一点,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今天在其他面向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这个管理意涵,大家可以试试看 不过最核心的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为了要signal我的reliability 我必须要做一些distortion 我原本其实并没有想要offer warranty的 因为在我们这个故事里面,K相对体大,对吧 所以原本在first best,在complete information的情况下 应该说no adverse selection的情况下 offer warranty并不是什么好主意 但是在这里,也是别无选择啊 为了要separate,为了要signal我的high quality 我呢必须要offer warranty 大概是这样子 好,所以希望大家有看到这个观察 最后呢让我们来点quick summary吧 所以这里有一些remarks 那其实大家大概都可以想象 我们呢,整天的lecture主要讲什么 我们发现,不是,我们展示了说signaling 即使在有moral hazard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做的,对吧 那我们今天确实有办法 在这种交错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模型 精确地描述所有该描述的事情 并且看看moral hazard也好 adverse selection也好 他们到底有什么impact 并且我们可以确实地用式子 来告诉你他们的impact存在 存在在什么面向上 OK 什么upward distortion,downward distortion,之类的 大家回去想想我们讲了些什么 那另外呢,我们今天也可以进一步的思考 哎呦,那要是principal跟agent 他们都有hidden action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 那这个hidden action也好,hidden information也好 都是很容易值得你讨论的事情 今天的情况是这个样子 如果他们同时都有hidden information的话 那岂不是我们就要解一个signaling and screening at the same time 这什么概念啊 这其实是存在的 比如说啦 呃,warranty这个东西其实也有screening的效果 对吧 你想像世界上有两群人啊 有一群人相当的risk averse 另外有一群人相当的risk neutral 这个其实是有可能的,对吧 比如说同样是买设备 同样是买笔电,买手机 有的人就非常concern他坏掉 他坏到他觉得非常的麻烦 但有的人呢,则是觉得 啊,坏了,坏了,换一支啊,坏了修啊 每一个人对于这种事情感到的困扰程度是不一样的 同样是笔电好了 如果我只是要在家里上上网啊,看看电视啊 那东西坏了修,修一阵子回来,其实OK 但如果我拿笔电是要做非常高精密度的工作 然后影响力非常强,非常大的话 那我就不能容忍他坏掉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透过有warranty 或者是没有warranty 或者是有比较差的warranty 我可以在一个合约里面 offer一个menu 高warranty,高price 低warranty,低price 去分别卖给risk-averse跟risk-neutral的这两群人 对吧,合情合理嘛 所以我其实warranty可以拿来做screening 那与此同时warranty又可以拿来做signaling 对吧,我warranty可以signal我的quality啊 所以如果今天消费者看不到我的reliability 而我看不到消费者的risk-attitude 那我是不是可以透过offer不同的menu 来signal我的quality 同时又screen消费者的type 好,可以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会变成 我啊,假设我今天有wh 还有th 还有wltl 你想像这个是一个menu 也就是说呢,高warranty就贵一点 低warranty就便宜一点 但这一个组合 这一个menu是谁offer的 是hightype的那个manufacturer offer的 那另外还有lowtype的人 lowtype的人也要做screening啊 所以lowtype的manufacturer 他也会去offerwhthwltl 与此同时 他会用另一个menu 来signal它的quality 好,所以in equilibrium 这两个menu可能会不一样 发生separating equilibrium 那我们那个separating equilibrium 我们就要解八个decision variable 大概是这个概念啦 好,那我们时间关系 或者是这个点到为止 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个例子 看这件事情了 但是你大概可以想像 how to model how to analyze 搞不好你会哦 因为signaling 你已经学过了嘛 separation 怎么解你学过了嘛 那screening的时候ICIR 你也学过了嘛 搞不好你真的搞得定 对吧 想想看咯 那另外我们能不能有screening signaling 甚至moral hazard一起呢 恐怕也可以 对吧 真实世界确实有这种现象 我们其实也不是束手无策 我们确实是有可能用模型 用分析 来探讨这些事情的 所以希望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也同意 我们这些模型化的这些分析方法 确实是有可能要处理这件事情 确实是有可能帮助我们 把这些事情思考得更深入的 好今天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